然后 最后的那些雷啊 还有操作啊 哇 这里 六腰上来就有开刀 这两枪有点学学了吧 把这个之前表现比较好的杨燕 有提到刚刚那个就是说 他这波也是刚才 谁说为时期争取了很多分数嘛 是的 哇 小鹏给坦克做吸引 让坦克去进点拿分 刚刚说完 这是左右两边枪线的包夹 让小鹿没办法回去了 那这个再救的话 我觉得永远也要舍在里边 好 这里大仓里面也要在 也要打 那人数的MCG肯定是有优势的 那已经被锁在大仓内部了 哦 XCG被GF刷屏 反打一个911 嗯 这个是在下城区的桥头 这里围墙 后面是有人的 有听到吗 阿同墨 这个血量很残 直接翻窗吗 找机会开门 AKA正面没问题 血量优势 XCG直接被淘汰 这么快 还能救 再看一下4M这一侧 3M一马到先冲进来 这个也太 这个侧身是在玩什么呀 他这个打得也太激进了 是的 0度当时还没有到位的 这还在换子弹完了 大仓那部失手 这个进攻打得稀碎 阿伟这边反而是没有去抓小鹏 反而是回来支援大仓 找的地这边有一些之地 这圈刷了的话不一定 是的 XLG还是参与到里面了 是的 但是坦克倒了呀 这个骨枪分数的话是被阿伟给拿下 那福尔米其实也是非常要这个车后面了 小鹏 又是一枪就一枪 差点来了一波 他有意识 他有意识 他在看 但这个小窗口看不了太多 选择撤了 球围为主 是 你咋不进来呢 我感觉DT的位置很被动啊 这F7H打得他就是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 是的 最后还是被柏梁跟枪跟到了 这是另外一个了 这是第二个击倒了 刚刚那个已经被 那时对方已经进防了呀 他能看到吗 已经锁定了 而那边小九是把SMOCC打掉 这样的话老军也能救 还剩最后一个人在天地地这一侧 一颗雷没问题 他把三个位置都排干净了 是的 就龙斯哥这里这三颗雷 这边啊 林焕斯把这次 哦 这个电台 SMS跟DS正面 李白立位 EK把T就放倒 丢了一波形成补枪 先把这个分数给拿下 那烤鱼的话由于跟队友的位置距离的太远 所以说第一次 我实快了 他现在还在这样开 真加不起油吧 那最后还是逃不过DSS枪陷 毕竟四个人 是的 来自环抱主义者 豆子的审判 爱爱的华尔兹 是 这个是真没办法 FTY位置 是刚自己打下来的 那真不错 是 甜美要进圈 然后GFY不想让他那么轻松 但他自己也不是很轻松 甜美能圈 哎呀 哎呀 我现在又觉得刚才如果北边有个房子就好了 FYM 哎 但是切筷子这个时候也在圈 是的 露露没子弹了 应对最后还是被91给打开来 不停的护倒 南边要护锤呀 是FTY刚刚还很香的地方一下被刷走了 是的 但是他马路能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但是 这是个卖天圈啊 圈内没什么好的点可以给你呆了 你没有顺位的话 那肯定先能拿分就拿分咯 是的 91被炸的只是意思 哇 这个阿同姆的雷 在半波的位置 转过来将Cobra炸倒 而另一边许身出枪 让阿同姆也是反打掉 大家护权 FTY已经派人过来拿分了 我把玩这里不看看屁股 六三分前面是有一队的 好 都开始了 开始了 K分模式 我这两分K的也太舒服了 确实出枪效率很高 是的 连续拿到三分 再来有吗 这跟枪四分 舒服 这个是真的 对于这种圈边 就是开枪效率太高了 你出枪就是 包括你在路人剧玩的时候也很爽 这种分数 迪克雷 哇 I7这个时候加入了包夹Y 你不是那个最后的这个第三方啊 左上角也很挤 DDT DSS 和SMS 是的 这个位置容易吃雷啊 两边 先认一波 手雷互换一下 看看对方的什么情况 SMS就是有防区爽打把 但是就已经倒了 57元年 把肚子放倒 受伤的只有DDT和DSS 是的 SMS并且在防御区啊 是啊 这爽啊 这K啊 这不就是刚刚 FG这样的吗 这个 这个干拉 两边都在互相打状态 而那边的话 黑猪是把祭司给雷倒 这是在 呃 麦田的那种一个作战 I7 他去扎麦田了 怎么就这样了 反而是 YLG同样也是同样的背景 就是在南部地方 他并不是最后一个群甲方 反而自己是落入了 FTY的这个包裕网当中 一颗手雷 黑猪也是被炸倒 我是能想到VLG 可能扛不住FTY的 激活 但是我没想到 I7是不被打这么惨 两边都想进圈啊 哎 我是觉得他可以先去 想把边缘打打架再去 没那么着急 哎 我踩上来 577又放到一个 今天577撞在神勇 高鑫也是放到 另外一边 手雷互换 还有吗 踩头上 对方是有掩体了 正面高鑫再一次出枪 没看到李白 刚才 哎呦 没看到他 觉得李白这个位置 太静音了 在掩体后面 高鑫在烟里面 只剩一丝线 最后一颗舌的机舞 结束掉了 罪恶的一丝 这个圈悟空也太舒服了 肆意开火 哦 FTY这里好像是被 两个队狂抽 是的 RBS反而是 绕了一个圈 绕到了FTY的屁股 绕着又里来了 我觉得FTY做目都没想到 他这个方向 居然会再来一个队伍 是的 RBS的空边做的是 非常极致的 因为在FTY试窑里面 这个他是 最后一个从南部竞选的队伍 没有想到RBS开车打过来 这是龙死根 打了一个 但是MOSA的补强更快 这倒地倒这么多队友 没办法了呀 是的 这样的话 只有前两位的老菊 在前之位 面对I7的两人进攻 另外一边 我还以为李白会穿的 李白打了一个 这个手里直接把 这个唯一的 掩体脉杜给直接炸掉 最后被白罗马给收下这一分 FTY要开始 开始他本来之前要做的事情 但是过来这个车上 大惊把杨杨打下来了 FTY现在目前人数不多 只有两个 他这个时候想扎 真的比天还难 真的 比登天还难 这一波降落的话 会直接打得更加主动 就直接把你清单 因为你人不多 二娃选择上楼 高德威打一个 高德威倒了 高德威应该是想帮 二娃创造点输出环境 一个朋友 人多 是的 他两个人抱团去清点的 那这样的话 强录这八人 是的 因为他很偏呀 是的 只有北部过来的队友 才会有这个想法 我前年两边的手雷 霍尔猫斯的 由于站位太过激进 我连续地放倒 RBS 只剩后年两个人 12月跟 鱼人 石器兽在 这个正面埋伏 12月有把 每一扣他埋着 完全不是这个过程 打一个 但是后年有枪线 哎 我知道多少都要倒个人 看自己能不能 及时止损了 现在 降路跟悟空 化为场上的收纷机器 是的 就比谁 K的分多 石器这个是 有路来 难回啊 去 真的 哎 打了12月 我觉得这个枪线 这个处理的比较好 那现在只有蓝圈里面的 愚人的位置了 愚人 愚人这个点 也很难处理啊 关键事 能不能一个人扛起 17兽 17兽已经没了是吧 有烟吗 关键事 这个雷屋 直接是烟里面的 愚人这个 愚人正式把 小北给打倒了 直接震倒 苏九也不能在房间上 再待了 就是要赶紧正面帮一下 因为小北这里 肯定小北南圈带走了 吃了一口毒 他要帮小鬼脱离 这个战场 但是太难了 我想过 17可能不能全员回去 但我没想到 那三个人全都回不去 这最后应该是 翔路跟悟空的一波 四打四的 场上麦田的两个人 都要被清理掉 但是谁先活到最后 苏九活得九点 因为愚人这个位置 率先吃篮球伤害 是的 苏九在麦多后 走当一个幻影坦克 最后还是被肖联盟找到 36分 这把淘汰还没有过时 还没有 他拉过来了 在哪 下去吧 怎么去把玩意 他要撞 why 这波 他那想撞 拉我来 他不懂 他拉这个麦塵 一把 他拉麦塵 一把 是不是 对 能拉 你给我靠一下 我错 拿嘴 对吧 祥鹿自己也知道 这个石头是吃雷的 这波雷震雨 实在是扛不过去 就是翔路是有选择的空间 而悟空没有 悟空这个圈不在想 只能顶这个石头 被迫吃雷 那现在目前四打二 祥鹿其实有机会是收这 打雷格就可以 这波冲锋 把自己打进去 不过对方选了 也不是很多 在烟里面 在打药 哎 还有雷 还有两颗 这两颗雷 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作用 哎 出烟了 断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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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断了 一滴血 恭喜翔路